大家好 歡迎收看 每週四下午的 一點鐘的世界越來越爐 也歡迎來自海內外的好朋友們 那如果說你在 不在臺灣 在海外的話 留言跟我講一下你在哪裡 那我今天看到 好多朋友來得好早 比我還早 還有Sommers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今天第一個就看到你 還有Yentine FSC 加龍 你們都來得好早 財經也是一樣 我們的老朋友 小碳子也是 我跟你們太熟了 子宇 謝謝他跟我跟介大使問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課也很重要 那拜託一下 跟我一起做一個動作 叫做按讚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我會常常忘記 我忘記你也會忘記對不對 所以我們共同互相提醒一下 好 那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幫我 可能的話 幫我把連結分享出去 我們這個節目 因為是下午一點鐘 大家有點昏昏欲睡 但是對於海外 因為有時差來講 所以是沒什麼感覺 那我也很歡迎 我們在海外 像新加坡 美國 還有印尼等等的朋友加入 馬來西亞的朋友 也常常給我們抖內 謝謝大家 那今天一樣三個題目 還是跟美中臺有關 第一題我想特別借重一下 這個介大使的外交專業 我們來談談 最近所羅門這件事情 大家最近看到了吧 在台灣的版面上 登得還蠻大的 其實現在已經快要四月底了 那麼在三月底 三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所羅門群島就已經表示 他們跟北京草籤了一項 安全協議 那當時我們看到 美國 澳洲等等就跳起腳來 那這個協議的內容有什麼呢 雖然雙方有一些保密條款 彼此不公開 但是法新社還是拿到了 一些協議的內容 那我稍微講一下 然後我請介大使來點評一下 這內容就包括 允許中國大陸在所羅門 進行一些安全海軍上的一些部署 包括中國大陸 可以按照它本身的需求 徵得所羅門群島同意之後 進行船艦訪問 執行後勤補給 中途停留跟中轉 另外還包括允許中國 無警可以應所羅門的要求 然後到所羅門去維持社會秩序 第三個 中國的部隊 也可以獲准保護 在所羅門群島裡面的中方人員 還有中方的一些重大計畫等等 另外呢 未經對方書面同意 是不可以揭露這些訊息的 那當然呢 在剛剛這幾個 你看到有中國武警 中國的軍方等等 所以當然對於美澳來講 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中國大陸很厲害 又要在南太平洋 建立一個海軍基地了 所以各方的動作很大 那現在這個安全協議 從3月31號消息傳出之後 美澳急得跳腳 那麼現在還是正式簽了 那澳洲外長就立刻說 非常非常的失望 澳洲其實在上個週 就已經派出一個出訪團 但是去勸阻無效 那麼美國也派出一個 高階的一個訪問團 還沒到就已經簽了 這個訊息是有北京搶先公布 我先請教一下介大使 這個所羅門群島以前 也是我們台灣的邦交國 對不對 很久很久以前 1983年跟我們台灣建交 到了2019年斷交 他是蔡英文任內第六個斷交國 在蔡英文跟川普通話之後 就一直斷交斷交斷交 他是第六個 所以我先請介大使談一下 這個台灣曾經的邦交國 現在突然變成了中美之間 角力另外一個新的戰場 為什麼 這個我認為就是牽涉到 兩個島 兩個人 這就是它內部的鬥爭 那麼現在我們台灣也射進去了 中國大陸也被射進去了 澳洲也射進去了 美國可能沒有直接射入 不過美國現在也射入 這所謂兩個島就是 索羅門有990個島 多個島 可是它兩個最大 一個是最大的島 一個是人口最多的島 最大島叫康達瓜納爾 這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軍跟美軍在裡面血戰 三個月傷亡極大 日本的三本五十六 就在這邊被擊落了 那這場決戰打完以後 美軍就跳島從 從索羅門一路又跳跳 最後跳到日本的本島 所以你就可知戰略地位很重要 那這兩個島呢 最大的我剛剛講 光大家看看 可是人口最多的島呢 叫馬來塔島 那這個國家在1978年獨立以後 這兩個島就搞不好 因為各有各的方言 各有各的文化 那再加上資源分配 這邊總認為那邊多拿 那邊總會多拿 所以馬來塔島它是人最多 可是光達康達爾 是手足所在 所以政治中心在光達康達爾 所以光達掌握這個政治資源 那馬來塔島就一直認為 被歧視 所以雙方在1999年 這兩個島之間打過內戰 因為很可想見 馬來塔島想要獨立 那瓜董達太太島不同意 那在接下來 這個暴亂就一直不清 比較大的就變 2006年就發生一個暴亂 也是跟兩個島之間的 這個嫌隙有關 再加上2021年 也是去年11月24號 又發生暴亂 又是這兩個島的人 對 內場暴亂鬧得好大 內場暴亂鬧 那這個是兩個島 另外兩個人 現在這個政府的執政黨 這個人叫蘇加瓦瑞 他是總理 他是屬於瓜達康奈爾的 那另外一個反對 就是說這個馬來塔島的人 這裡面的省長 也姓蘇 叫蘇達尼 這兩個人有死對頭 所以變成兩個島 跟兩個人鬥爭 那就變成問題出現在哪裡 我們臺灣當時跟現在澳洲 就涉入到這兩個島的鬥爭裡面去了 這兩個人的衝突裡面 所以現在執政的 這個 瓜達康奈爾裡面執政黨 他這個現任總理 蘇加瓦瑞 他第一個他當時堅持要跟中國大陸建交 就是他 另外一個他堅持要簽這個 和平條約 不是 安全條約也是他 而且他在裡面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就把這個 這個雙這個真正的癥結就講出來 他說 所羅門必須要簽這個安全協議 我指的就是跟中國大陸 他說如果繼續維持現狀的話 將無法彌補 所羅門關鍵的安全漏洞 因為所羅門其實 所羅門離澳洲算是蠻近的 他在澳洲的這個東北部 那他是個南太平洋島國 他的人口不足70萬 那他比我們臺灣還小 大概面積只有2.84平方公里 我們臺灣是36000平方公里 那1983年跟臺灣建交 2019年斷交 那大部分的民眾還是靠捕魚 務農 維生 那跟我們臺灣斷交之後 他就跟這個中國大陸建交 但其實這次澳洲跳腳 但其實所羅門跟澳洲之間 也有這個安全協議 雙邊是有安全協議的 所以他跟澳洲有安全協議 但他這次跟中國大陸 簽了一個安全協議 澳洲跳腳 所以我覺得所羅門講的一句話 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們其實也是要走多邊 沒有要走單邊 所以在雙方簽署之後 其實中國大陸也講了一番談 就是這個不違反 他們多邊的一些關係等等 而且所羅門的總理特別 對於美澳的一些施壓 講了一句話也蠻有意思的 他說我們有睜大眼睛 意思就是我們也不傻 我們也不是被騙的 那他還有對於各國 有點感覺上要把手伸進來 他覺得這很不禮貌 所以你怎麼來看 還是算是一個印度效應嗎 對對對 這個跟目前的 當然跟美國的這個勢力 逐漸在衰退 那麼中國大陸的勢力 大陸的勢力力量逐漸決定 絕對有關係 那這些國家太平洋島國 其實所羅門是最大的一個 他是其中最大 人口有六十幾萬 相當大的一個島國 其他有的島國 就是說走路自己散步 繞一圈半個小時就結束了 然後人口加起來一萬五千 就是一個國家 那所羅門完全不一樣 那這國家其實是南太的 也可以說是龍頭之國 所以他有相當的自主性跟自尊 那過去當然他們是一直 臣服在美澳的淫威之下 那美國不太管事情 那澳洲就突然跳出來說 我是這個區域的副警長 他也不敢僭越美國的淫威 他不是警長 他是副警長 他就自封副警長 可是這個副警長在這個區域 那麼也有一點魚肉相鳴的感覺 第一個 你也沒給人家什麼好處 第二個 你要人家都聽你的話 那現在澳洲的總理 兩年前被斐濟的總理爆料 所以他跟我們開會的時候 因為這個南太有個南太島國論壇 這是這個區域的國際組織 那裡面澳洲就認為自己 是南太島國的副警長 其實就是老大 因為美國也不來 結果澳洲這個總理 在會裡面把門關起來 指著所有南太島國的總理 破口大罵 他說你們哪一個 不是拿我的錢的 只是說這次不是他女兒出來講 我們台灣有個政治 是女兒出來講 你們是沒有拿過我爸的錢 你們哪個沒拿我的錢 那這個澳洲總理在裡面 當著這些人 你們哪個沒拿我的錢 那個話講得這麼難聽 講得很難聽 而且說什麼呢 他說因為你們要跟我一起反 反反不要去支持 全球暖化相關議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澳洲要買煤炭 那南太島國他們是這個 島國聯盟他們很怕地球暖化 這個海面升起來以後 他國家就沒了 所以一個立場 南遠北側 可是澳洲總理就在裡面 就強迫他們 把那個軒延裡面 有關支持全球暖化的 有關的字句拿掉 雙方就炒翻了 炒翻了 就有點口出惡言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澳洲平常是什麼 對這些小國的 那這一次 2001年去年11月的暴亂 這個 總理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這次暴亂 有外國力量的攝入 這個外國 一般大家都還猜 可能就跟副警長有關 就是副警長在 可能是嫌疑最大 對當然那次暴動當中 我們看到台灣事實上媒體 也登得很大 綠營把它拿來當成一個宣傳 就說因為跟台灣斷交 所以鎖國民眾不高興 所以引發了這場暴動 不好意思 朋友都不知道 我這個時候在直播 我要跟這些打電話來的朋友說 你不要打電話給我 你趕快去看我的直播吧 好 開個玩笑 好 那我繼續請教一下 介大使 當然這次看得出來 就是索羅門 他也要走自己的路了 所以他這次 他除了跟澳洲 早就有雙邊協議 當然這是因為 地緣政治的關係 他也沒辦法 那他現在中國大陸 因為在建交之後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其實在這邊的 原件項目也很多 大家知道中國大陸 其實中國人做事 就是很細膩 比方說我看到第一個 原件項目 2019年中所建交之後 就派了大量的 這個基建團隊 索羅門第一個基建項目 好像是把他們的公務人員 蓋宿舍 對 那這個部分 相對於美澳 他們的聯盟 那美國是在1993年 就把石棺給關了 那到現在為止 其實雙方的原件 往來其實是不多 大概就靠澳洲 但是你剛剛講了 澳洲的關係又不好 那現在在3月31號 索羅門公布這個訊息之後 美澳都急了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澳洲派了一個訪問團過去 勸阻 直接澳洲就告訴他們 我們知道派去勸 要去阻止這個事情 但是無效 那美國更有意思 美國派的算是一個 蠻高階的訪問團 也是很罕見 國際媒體都說很罕見 因為它1993年使館關了以後 幾乎是沒有什麼 高階訪問團去 為了這個事情 出動了高階訪問團去 但是在這過程中 還沒有到了 中方就搶先公布 所以你覺得這是一個 什麼樣的外交戰場 蠻高明的外交策略 對 這個就是說 中國大陸看樣子就說 我這個簽訂 我的力量進來是禁訂 你怎麼弄也沒用 那也象徵我覺得 現在大陸跟索羅門 目前的政府關係很穩固 因為美澳都說 他說我們要等待 索羅門的正式公布 意思就是說 你中方公布不太算數 那現在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是不是美國這個 有什麼立場 要求一個主權國家 說你不跟別人做朋友 那除非你拿出更多的利益 要不然你就像俄羅斯一樣 你就出兵打他 那你還能怎麼樣 索羅門他一直強調 我是一個主權國家 那這裡面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說這兩個島的問題 你如果澳洲 你涉入他們兩個島之間的 矛盾的話 那你這個國家 不會把你當作最大敵人嗎 如果說你是涉入去年年底的矛盾的話 這個矛盾是兩個島 那個島因為在11月 在這個暴動發開 這個開始之前 9月那個人口最多馬來塔島 他們舉行公投要獨立 那如果說這有外力介入的話 你說這對索羅門人講 是不是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 那這個外力一定要想辦法來怎麼樣 來平衡它 我過去都靠你 結果你現在手伸進來 要把我這個國家搞分裂的話 那他一定要借一個更大的一個外力 來制衡 等於是找另外一個靠山 找另外一個靠山制衡 那你剛剛 徐芳你剛才提到這個 中國大陸在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在南泰島國這些作為 其實中國大陸過去這麼多年 其實也不是這十年了 其實中國大陸過去50年都在做 很多地方 我以前去過印度一樣一個小島 到賽希爾 我前面開會 就去以後發覺 那邊的國民住宅都是大陸原建 哇 建築一大堆 好多 那個已經是 那個建築都三十幾年前就要做 其實基建 基礎建築 就是中國大陸的強項 不只是蓋房子 蓋橋 修高鐵 修鐵路等等 我們看到這個工作也做得很細膩 好像在地球任何一個角落 在偏遠都有他們的身影 對 這個你不得不佩服啦 就是說 真正是一種建築在友誼上面 因為中國大陸對待政策 第一個 我是出錢出力 可是共存共榮 那我要賺你錢 我是用我的 我用我的生意 來跟你互相做交易的 不像西方國家 基本上過去他們就是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就來了 你聽我的 然後你的資源我就幫你剝削 而且我覺得中國大陸這種原建 有另外一個就是其實也把文化帶進去 雙方有些文化的交流 因為基礎建設就需要大量的工程人員進去 那他們進去之後 當然他們也會有住的問題 吃的問題 飲食 文化交流的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算是蠻綿密的 我覺得不只是一種 外交上只是給錢而已 所以大家看到特別是在非洲 現在非洲 學中文的熱潮也還蠻盛的 但當然自從所羅門的角度出發 就是多邊主義 尤其是涉及到他們內部的一些鬥爭 所以我要找另外一個靠山 感覺上美澳是靠不太住 當然對於美澳的觀點來講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所羅門會變成中國大陸 在南太平洋的一個海軍基地 不過這個部分 所羅門也有特別講 他說目前沒有要求 中國大陸來這邊駐軍的一些計畫 當然在我剛剛看到 在我剛剛念的這些 法新社的報導當中 是可以看得出一些眉目 那當然目前都只限於 如果說中國的武警也好 軍隊來也好 都只限於他們維護中方的利益 而且還要經過所羅門的准許 目前這個紅線守得很好 但這就是第一步是不是 第一步 對 因為這個軍警可以去維持治安 是有必要的 因為他所羅門幾次的暴亂 都受嚴重 迫害的都是在地的滑傷 在地的滑傷 這個店鋪都被砸了 然後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 所以有些在當地 耕耘了幾十年的滑傷 那個暴動的時候 被幾十年機業毀於一旦 那大陸為了基於保橋 護橋的原則 他當然要想辦法要去護 那而且他這個保橋護橋 他就是說我可以派軍警 去進去你幫你維持秩序 甚至軍事人員幫你維持秩序 因為所羅門自己本身沒有軍隊 只有警察一共八百人 大型暴動的時候 所羅門沒有能力控制這個 維持治安 所以2017年他已經跟澳洲 簽了同樣的條約 也就是我暴亂的時候 我同意你 基於我政府同意你可以派軍 主要是警力進來幫我維持 那事實上2006那個暴動以後 我剛剛提的暴動以後 澳洲紐西蘭的警察警力 甚至軍力就長期進駐國 很長一段時間 只是2017年 所羅門在正式簽了這個 跟澳洲簽了這個安全協議 所以這個跟澳洲簽安全協議的內容 大部分都反映在 今年4月3月底 跟中國大陸簽的 所以是同樣一個協議 那有關這些船舶訪問 或者軍事艦艇的停泊 整補 這個其實不算是軍事基地 這個只是我到你這邊來的時候 你同意我進來 然後我可以在這邊 別人補一些淡水啊 蔬菜糧食啊 這些喔 那是很正常的 不過就是說 因為這些區域過去啊 是怎麼講呢 是長期以來 是美澳的勢力範圍 敬軟啊 愛敬軟 別人進來 他就是很不高興就對了 所以就想要讓人家 不准大陸的勢力 可是不曉得基於什麼 照國際法的話 我覺得北澳 是沒有發言的餘地的 好 那當然 在這個俄烏戰場當中 大家也看到 其實這場戰爭 已經變成了中美兩大國的戰爭 應該是美國是主動嘛 現在想方設法 要把中國拖下水 所以這次所羅門事件 可不可以也視為 就是說在中美的外交戰場上呢 美國又輸一成 應該是 應該是 而且我看到中國大陸 比較強勢的一面 這一次我就簽訂了 對 而且進行得很快 而且抓到很好的時機 因為我想最主要的這個 最主要推動力量 其實是去年底的那場暴動 去年底那場暴動 針對在所羅門華商的 這個倒不是原因 而是這樣暴動 有外國勢力 試圖去顛覆現在的所羅門政府 我覺得這才是最主要力量 那會簽這個 不過警長今天回過頭來 回到自己過去的那個老地盤來 問那個副警長說 到底怎麼回事啊 結果一發現是副警長搞的 所以現在警長 只好自己派人去 本來這個地方 交給你副警長就好 結果你沒有給我守住 對不對 你知道當年兩年多前 所羅門跟我們斷交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外交部說 中國大陸拿了五億美金 我不管是多少的經驗 可是中國大陸對於所羅門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經濟的希望 那你對這個副警長 或者對警長來講話 這個國家1978年獨立 到了2022年 它還是全世界最窮的國家 跟你這些 跟你在澳洲交朋友什麼用啊 跟你交朋友還要聽你的 還要受制於你的 還要顛覆我 搞得最後我還是最窮 那人家當然要換朋友了 那中國大陸已經是 所羅門最大的經貿夥伙了 那麼帶去了投資基建 甚至這種教育 社會方面各種協助 我想會讓所羅門這個國家 很快會改頭換面 對 所以這對所羅門來講 真的從他們的利益角度上 帶來安全跟基金發展的機會 它為什麼會 為什麼要挺澳洲的 對 沒有錯 對 我覺得這也是 在俄乌戰爭之後呢 讓大家常討論到的一個話題 就是這個多邊主義 感覺上是優於單邊主義 它的風險比較小 它的利益也是比較高 那所羅門的事件呢 再次證明這個 在中美的外交戰場上呢 美國是再輸一成 但是好像也輸得不冤 那輸得不冤 因為中國大陸 確實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心力 好 我們這題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緊接著進入今天的第二題 我先看一下大家 我們的人數衝得很快 謝謝大家 胖任 我比較少看到你 還有這個校正回歸 今天聽說校正回歸之後 三千多例 哇 已經破三千了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中天新聞 又恢復了戴口罩 之前有一段時間 終於可以不用戴口罩 覺得空氣變得好新鮮 但現在沒辦法 口罩又要開始戴起來 好 很多老朋友 我都看到你們了 謝謝大家 可以的話 抖內我們把流量 把這個連結分享出去 再次感謝 好 緊接著 進入今天的第二題 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今天的題目當中 我們有一個特別拿出來講 那就是拜登 到底要不要去基輔 事實上呢 這個澤倫斯基在開戰之後 幫他爬梳了一下 前一後一大概三次 在各種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訪問當中 他呼喚美國總統拜登 來我們基輔 看一看吧 那當然這個拜登 到底要不要去呢 其實白宮從來就沒有變過 答案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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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不去不去 但是拜登本人呢 他這個口風 好像跟白宮的痛調 不太一樣 他好幾 他的講法就是反反覆覆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到此刻為止 白宮的態度 這麼這麼的嚴峻 就簡單的是擔心安全嗎 另外呢環球時報也說 其實這個事情凸顯的是什麼 就是美國能力不足嘛 或是拜登的能力不足 當然現在的這個基輔呢 這個是戰火下 也是全球的最火的打卡的景點 當然不是一般人 能夠去打卡的 是總統級啊 各國領導人級的這個打卡景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這一兩個星期 來了什麼總統團呢 歐盟的主席也來了 來了各式各樣的這個大咖 那來到這邊呢 跟這個澤倫斯基拍張照片 哇 真的一下子 全球的社群就會席捲 這個聲量變得很高 而其中呢 當然大家看到 Johnson是最有戲的 那他Johnson其實也不是一個 典型的政治人物 這個澤倫斯基當然也不是 所以兩個人就出現了 漫步在基輔街頭的這個畫面 真的因為我們是從事電視的 影像感很強 一看那個影像 就覺得這兩個人 真是太有戲了 比之前那波羅的海三小國 就只是拍張照片而已 那個傳播效應 真的是強非常非常的多 那走在路上呢 他們的背後 還有持槍的為安緊跟 有沒有 還有民眾亂入啊 跟這個Johnson去讚美Johnson 哇 這實在是 我不知道啦 這是不是也是 先寫好的劇本 我覺得應該是先寫好的 是啊 你覺得是啊 就跟那個二四大戰手 丘吉爾 他留下了很多生意 然後變成二四大戰手 就是最搶眼的一個政治人 其實都是他設計好了 他那個抽煙斗 然後在這個倫敦的瓦力中 被這個德軍轟炸的 這個倫敦的瓦力中 我們會在這個海岸戰鬥 我們會在山邊戰鬥 我們會在城市戰鬥 他都想好講這些說 所以不是集席的 不是集席性之所至 那其實是一個設計好的 設計好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美國的二戰英雄 叫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 在這個登錄的時候 在這個 我不知道塞班島 還是哪裡的登錄的時候 他都是讓記者先都站好位置 然後他帶著大隊的人馬 又也是一個煙斗 然後以勝利的知識走出來 他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像紀錄 那就二四大戰你會想想看 哎呀 我們現在看起來 在印象最深刻的景洋項目 不是就丘吉爾麥克阿瑟這些人嗎 你腦袋中立刻浮起來 所以將來十年之後 大家再想到這場俄乌大戰 你可能想像的就是這個畫面 Johnson 對不對 跟這個拜登 不是 跟這個澤文斯基 兩個人走在這個街頭 而且走在街頭呢 還有一些驚喜 民眾進來啊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啊 Johnson可以 拜登為什麼不可以呢 而且這個說實話 拜登的角色太重要了 那在開戰剛開始的時候 澤文斯基其實就呼籲 他覺得拜登應該來 那當然此刻的拜登 是不是更應該去 從幾個方向來講 第一個 他的民調越來越低 然後選舉的壓力越來越大 如果此刻他能夠排除外難去的話 其實對於他個人的聲望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因為到了基輔之後呢 就絕對不會是一個簡單的會面 我相信兩個人的戲會更多 而且這個風頭絕對會蓋過Johnson 這是一個大豪大豪的一個宣傳機會 那這個何況Johnson你看到 Johnson去基輔前 走之前就先宣布個大禮物嘛 要給這個一億英鎊 有沒有人沒到禮物先到 然後到了之後又有這些細節 所以這真是一個 很華麗的一場戰爭秀 那澤文斯基到此刻為止 已經三度邀訪 在接受美國記者 CNN訪問的時候 也再度去講 那拜登怎麼回應呢 當然白宮就說No No No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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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拜登很有意思 拜登最近最讓大家困惑的一個 是他在登機前 當然現場因為風很大 所以記者一直追著他的問題跑 那他始終沒有講清楚 後來記者再問什麼 這個要不要去基輔 拜登還很俏皮的說 那你呢 你準備好了嗎 跟這個記者 把這個球推回記者 記者不放棄 再問他好不好 那你呢 你到底要不要去 你要回答我的問題啊 就拜登講了YAH YAH YAH 那這個很有趣 當然白宮立刻發現不對勁 白宮立刻滅火 說不去 所以你看到西方的媒體也好 臺灣的媒體也好 都的標題都是說 拜登不去 但是你看到中國大陸 看到俄羅斯的媒體 都說拜登說要去 同樣一件事情 有兩個不同的說法 兩個好像都沒錯 但是拜登的原文 你把他調出來 他的確講的是YAH 對不對 他講的不是NO啊 不是啊 那最近他又被問到 也是在一個這種讀訪的場合 不是正式記者會 那這次還在問他 你看記者每天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追著他跑 我們記者工作就是很辛苦 你沒有給我一個確定答案錢 我就是要追根究底嗎 所以記者再去問他 這次他說的是我不知道 也不是NO 對 所以這個拜登的領導力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大問號 他的那個思緒也是一個大問號 他為什麼跟白宮完全不同步 是他的幕僚hold不住他 還是說他對於白宮這些幕僚的建議 完全覺得不以為然 白宮幕僚大概會想說 你去一下我們冒多大選啊 對不對 勞思動眾 你就乖乖待在華府 我們也好 在辦公室安穩過幾天日子 他要跑一下的話 那上面只要一句話 下面跑斷腿啊 對 真的會 更何況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白宮發言人 也很有意思 他講了一些細節 當然因為組織 組織沒有說不去嘛 那你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你的措辭 但是他還是忍不住 丟了一句話 我看了就笑起來啊 他說人家英國Johnson首相 可是搭了八個小時的火車去的 而且穿越這個軍事區 這不在我們美國總統的計畫當中 他不是說不在拜登的計畫 不在我們美國總統計畫當中 就是身為美國總統 恐怕沒辦法冒這個風險 對不對 但是英國的Johnson可以 所以Johnson是搭了八個小時的火車 我想其實普丁會真的派轟炸機 把他炸死嗎 我覺得不見得 是啊 幹嘛呢 美國總統為什麼現在膽這麼小 是啊 你要顯現 你就要顯現你不怕死 你這個領導人物 你都是貪生怕死的話 那你還叫下面怎麼不貪生怕死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 這個政治是有點問題 所以是不是有點那個調調 就是拜登當然他也是個政治老狐狸 從政治上來計算 怎麼樣去基輔都是一個好期 對 但是他的幕僚覺得天哪 這個風險實在太大 責任太大 而且真的是太麻煩了對不對 所以幕僚都不肯 但是雙方是不是還在拉鋸當中 我覺得應該在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察 我覺得拜登想去 下面的人不想讓他去 因為說實話你想想看 現在哲倫斯基跟基輔 基輔是政治聖地 對 哲倫斯基是世界第一網紅 他是一個吉祥物我覺得 他是變成基輔的吉祥物 對啊 你看那個 英國首相多會抓機會 對 做得多漂亮 那拜登現在美國國內處境 對 他也許四年就做下台了 他那個四年日內 沒有一個怎麼樣 沒有一個高點 那你今天在這個時機裡面 你把自己形塑成 不要說是麥卡瑟 更高層的這種 世界級領袖的時候 然後代表美國這種 道德原則也好 或什麼原則也好 你在基輔街頭 跟這個擺一個好的帖 跟那個哲倫斯基 拍一個好的相片 我都幫他想好劇本了 在基輔街頭就可以抱起 一個小女孩 好 還是要 政治人物就喜歡這樣 小女孩獻唱一首歌給他 獻書花 抱個小女孩親一下 類似這樣的 那我就要問一下 就是說介大使 那我們反向思考好了 那拜登去了會怎樣 我的意思說 他有什麼樣的風險 當然了 坐火車 他們不考慮 那空軍一號是 目前飛不進去嗎 是嗎 有危險的 透過外交手段 直接跟俄羅斯對接 因為俄羅斯目前看起來 是想和談的 對不對 所以俄羅斯今天也講說 這個求在烏克蘭的手上 但烏克蘭顯然是 不願意接招 當然這個不願意接招 可能是美國不希望他接招 那所以說如果說是 普丁不想拖太久 那其實拜登去是一件好事 是啊 那我覺得這個 美俄雙方的溝通管道 是一直是在的 所以假設在政治上 可以獲得巨大利益的話 其實美國這些幕僚們 不要太懶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 跟莫斯科對接 對接之後讓他主子 就搭著空軍一號 就在美國的戰機保護之下 堂而皇之地降落在基辅的機場 因為開打之後 把這個澤倫斯基捧得太高了 在道德的制高點上 相對的拜登顯得懦弱 因為要的戰機不敢給 進飛去你也不敢設 所以大家覺得 拜登怎麼說 美國老大變成個小孬孬 那現在如果說 我剛剛講的這一幕 如果能成形的話 美國也好 拜登也好 是不是可以扳回形象 對 這就表示 拜登本人 還是有一定的政治高度 可是他的幕僚水準太低 都是困在技術難度上 對 幕僚都是在技術官員層級 沒有比較高層次 高瞻眼瞩的這種政治幕僚 會告訴他 這是一個政治動作 對你拜登有利 你就去 那麼其他就克服 先決定一個大方向 然後再去評估 他現在連大方向都沒有 下面的人就說 No 這個真的就顯示說 為什麼拜登政府 出了這麼多疲勞 那他到底還是一個政治老手 對 他知道 對他有極大的利益戰 他已經猶豫的態度 或者第一時間的直覺反應 對 都已經把一個政治老手的直覺 解釋出來 對 可是他身旁的人 你看看蘇利文 布林肯 對 這些喔 這些說實話 真的 完全沒有辦法升任那個工作 那個工作 重要政治幕僚 是要從政治角度去看的 對 不是從技術角度 所以美國現在就講嘛 意思就是說政府總統 拜登跟賀錦麗都不考慮 可能會送誰去呢 美國國防部長跟布林肯 但是這個也已經講了很久 講了一個多星期了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動作 而且成績太低了 對啊 然後這個 我覺得另外一個 大家直覺的思考 對於這個新聞實在是 全球現在非常關注 全球的民眾會在想 好 第一個美國呢 你到底有沒有真心幫助烏克蘭 然後你現在連去都不肯去 連個高官要去都這麼的困難 然後相比之下 你看看各國領導人 波勒迪還在三小國 有沒有 英國強森也好 歐盟主席也好 人家很困難 人家還不都去了 但是美國有句話沒講出來 就是我美國總統的命 比你們值錢 對不對 但是對於民眾的思考來講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就會覺得說 他們也是領導人 他們都可以去 只有你拜登縮起來 縮起來 你不敢去 這相對的我覺得 美國跟拜登的形象 整個又再打一個折扣 那這個空軍一號去 其實如果說能夠成型的話 你光想要那個畫面感 那個降落 到時候這個 到時候這個 哲倫親自去接機 怎樣 現在舉行一個軍禮嗎 在舉行一個軍禮 他這個場面真的 真的是可以 想起來 有歷史性鏡頭 對不對 很多歷史性鏡頭 都可以想像得出來 不過美國就是一個 在快速下墜的時候 是一個霸權 就變得膽子好小 變得膽子 所以大陸環球時報 我覺得寫了一個 我覺得寫得也蠻好 他說其實拜登的不去 就顯示真的 美國是能力有限 能力有限 那最近還有 美國國防部也講 就告訴大家 烏克蘭金收到了 新的戰機跟飛機的零件 但是講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 記者眼睛一亮 因為大家知道 你只要送戰機 你怎麼送進去 那其實就相當於 美國參戰 那他又講的扭扭捏捏 說美國只是幫忙轉送 那這是很多國家送 哪些國家他又不講 那後來他又說 這是飛機零件 不是整架飛機 你知道聽到這裡 因為我們在新聞工作 實在時間太久 你就覺得他這番話 說還不如不說 對 有點好像 把自己的弱點 統統曝出來了 是不是 就格外顯得 格外顯得美國 怎麼膽子這麼這麼的小 不像是個霸權 我覺得已經被打怕了 對 因為澤勒斯基之前 不斷要求的 就是進飛跟戰機 那現在好不容易 美國說你戰機送到了 我就是挺你挺到底 你的戰機送到 但是他加了那麼多的彈書 不是我美國送的 是他們送的 他們是誰 我不能講 然後不是人架飛機 只有零件 我想美國的這些 過去霸權時代那些領袖 現在看美國政府的表現 應該是非常難過 應該是非常難過 所以今天我們就談一下 拜登到底要不要去基輔這件事情 澤勒斯基多次呼喚 整個事情到現在 好像有點爛戲脫棚 本來以為在第一次 白宮拒絕之後 整個事情就落幕了 美國的態度很清楚 沒有辦法去 因為我是全世界老大 我們的命跟你們不一樣 但是沒想到後來 拜登自己猶猶豫豫 那他講的幾句話 確實被媒體拿來大作文章 這個大作文章 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尤其是對比 現在這個戰爭打到現在 烏克蘭真的是 全國被打成鬼城 那如果說 拜登能夠去的話 大家似乎可以在廢墟當中 看到一個陽光的升起 有一種正面的力量在 對拜登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拜登他現在的 其中選舉 我覺得受到烏克蘭的拖累 也還蠻大的 那紀大使你來看 這個結會怎麼解 如果你是拜登的話 你要不要去 我是拜登我就去 你就去 我在美國總統的角度 我就會去 因為他現在面臨 因為你任何政治 你要考慮你自己 能不能生存下去 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他這個去的話 基本上 那麼會製造一個 把美國整個形象 正面形象拉起來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你像這個江森去的話 他是因為他知道 英國老百姓的情緒 英國人從大英帝國滅亡以後 還沒滅亡 大英帝國衰落以後 那事實上是生活在 一種壓抑欲卒之中很久 那他突然在這個 國際上最重要的 這種戰爭裡面 21世紀還有這種戰爭 太好了 他就抓住這個機會 讓英國人感覺 你看我們首相 還是世界的弄曹爾 而且他從這個主要的街道 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獨立廣場 做得非常成功 對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因為他是個民主政治 他一定要得到老百姓的肯定 他才不管別人 那烏克蘭人死太多 他也不管 他只管他英國老百姓 對他這個作為的支持 而且這是個影像年代 那澤倫斯基也是個影像好手 所以我覺得你不只要去 一定要留下鮮活的這個影像 鮮活的要好好設計一下 要請專業的人好好設計一下 然後每個流程 每個活動細節 要弄得非常非常的精準 那最後你這一行 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目的 因為現在人其實蠻健忘的 就是說人群眾是比較健忘 你那個時候你把它衝高起來 他自己的聲望就衝高起來 即使後來戰局急轉直下 可是你曾經做過 我是覺得拜登真的是 我覺得看他的反應 我覺得他還是有政治頭腦 可是他的幕僚實在太差了 當然這顯示 拜登可能對幕僚還不錯 他不是一個任性的人 因為其實照理來講 以他來講 就是我決定要去 其他難題你們自己要搞定 但他此刻還在糾結猶豫當中 他竟然給了一個答案 叫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也對他的形象有損吧 你身為美國老大 連去不去基輔 你都不能決定 所以他給的答案 我不知道 我覺得也是讓我看了驚呆了 好 謝謝大家 那幾位朋友抖內 每一位抖內朋友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謝 謝謝珍善美 馬來西亞朋友 我常常看到你 還有我想念何秋何秋 上席沒看到你在忙對不對 我有注意到你 謝謝你 再度抖內我們 還有這位朋友是 Shika Wang 謝謝你 也抖內我們 你在哪裡啊 跟我說一下好不好 很多新朋友老朋友 都看到了大家 歡迎歡迎 還有這個 Shika是給了我一個 很可愛的貼圖 感謝 緊接著我們要談一下 今天的第三題了 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盧 我們節目呢 通常講的是國際題 但是今天這題呢 我們拉回到台灣來 非常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在海外的話 可能不太了解 我們台灣的一個媒體情況 我跟大家簡單的說一下 我們中間新聞台 大家記不記得被關台 這個事情你應該知道嗎 我們本來在52頻道 那關台之後呢 這52頻道 在這個蔡英文政府 以及在這個NCC的強勢之下 就給了華視 那華視我也給大家介紹 它是一個公廣集團 那公廣集團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公股 就是說官股 官股旗下的一個媒體集團 那在這個裡面呢 以股權結構來講 華視它最大的股東呢 就是公視基金會 它持有華視大概有 83.24%的股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華視的錢 都是來自政府捐贈 就是政府給的 這樣大家懂了嗎 基本上就是官媒的一個概念 那公視基金會呢 按照公共電視法第二條成立 所以它的創立基金 來自什麼 來自主管機關 也就是文化部的編列 所以大家懂了嗎 所以這個是 這個蔡政府文化部 公廣集團華視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視作成一個官媒 好 那52頻道呢 我們中天 觀台這個事情我就不說了 這個滿肚子委屈啊 到現在為止 我知道很多網友力挺我們 反正這52頻道呢 現在就給了華視 那當然之前我們也不斷的 關注華視新聞的收視率 真的很低很低 非常非常的低 到此刻為止都很低 那這麼低收視率的 這個華視 陳尖新聞最近鬧了一個大烏龍 就是說呢 他們在這個陳尖新聞 下面跑馬 我們下面不是有跑馬嗎 那跑馬它就給了一些 很可怕很可怕的訊息 包括什麼 包括共軍的導彈 擊中了新北市啊 天啊 還有什麼台北港的艦艇爆炸 船破損毀 還有戰爭有爆發之餘啊 蔡英文已經發布了緊急命令 然後呢 還不止戰爭 下面跑馬又說 新北市的泰山出現了 七級的大地震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 世界末日的概念嘛 戰爭跟強震同一天發生 所以一大早起來 還在陳尖新聞 而且跑馬長達十分鐘 一大早就天地變色 但還好 感謝華視 他的收視率不是太高 所以大概只有少數民眾看到 沒有引爆極大的驚慌 是後來到了大概八九點左右 各媒體轉貼 包括在台灣的網路上 引發的討論 所有的民眾才看到 當然後來很多民眾說 與其說我是被嚇死 不如說我是被笑死 這個事情實在是太好笑了 那還有很多民眾呢 就湧入了新北市府的臉書 打電話到新北市府去問 真的嗎 我們新北市有被 大陸的導彈擊中嗎 那按照華視的說法 就是天地變色了 新北市變成了一個地獄 網上炸鍋了說什麼 第一個要不然就是華視瘋了 要不然就是華視被共諜入侵 大概就只有這兩種可能 當然因為我是從事新聞工作的 所以這個事情在我的團隊當中 我們引發了很大的一個討論 大家的看法一致了 這個錯誤實在是太低階了 真的是太低階了 我們知道像這樣 這個華視的解釋是說 他們跟這個新北市 合作一個防災演練 所以這是防災演練的一個標題 防災演練都假設一些狀況 所以是防災演練 假設狀況的題目 但是後來因為走這個路徑 抓路徑抓錯 所以放在層間新聞裡面 但這個說法說實在的 在我們專業的新聞人員 電視人員看起來是無法接受的 因為通常像這種 特別是這麼可怕的內容 這個新北防災演練內容 通常你弄完以後 你會立刻把它銷毀 這就是防災機制 你避免誤抓 因為我們知道 低階錯誤永遠是會發生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防災機制 去誤抓 要不然就是你在上面 還會寫一行字 比方說以下標題禁用 必須得到一定層級的主管 我們一定會在上面標註 如果你不刪除的話 你上面跟裡面一定會標註 禁止抓用 必須得到誰誰誰的同意 才可以抓用 而且同意呢必須 你要出示證明 一定會有這些防災機制 那第二個 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 它的跑馬長達10分鐘 幾乎沒有人發現 那大家知道 台灣的辦公室都不大 那距離真正播出的 復空中心心臟也很近 那通常像我們過去 有時候錯字啊難免啊 成語用錯抓錯新聞 真的也很難避免 因為現在太忙了 也太多的小朋友 但是我們的主管 通常看到的時候 連電話都來不及打 是整個人咚咚咚咚咚 衝進去啊 衝進去 所以通常錯誤的訊息 在上面停留大概30秒 大概極限了 超過一分鐘已經很扯了 但是它停留了這個10分鐘 好 所以現在網上炸鍋 我想先請紀大使來談一下 你怎麼看待 假設還好這成平時代 假設明天要投票 假設共軍真的打過來 那假設台灣真的發生了 其他的一些天災人禍 那你覺得這個事情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 我一直在懷疑 這是有人在操縱一種演練 這是一種演習 當然我不是說這是陰謀 我覺得這很可能有人要再做一種演練 他在測試什麼呢 測試你這個政府的緊急應變能力 第二個測試你這個社會的反應 對 我是朝這方面去看 因為這種事情發生的太有趣了 你知道 太多偶然 結合在一起讓我很懷疑 這個是不是有人在操 因為不是在其他電視台 這是在政府的電視台 華視說穿的就是一個政府的電視台 政府掌控電視台 他應該掌握的消息是最精準的 代表政府的第一時間的消息 對 所以發生在華視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 除了華視還有誰 我今天我們在日平 除了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他的節目 說實話新聞節目很少 就在華視啊 華視就現在今天在台灣 大概是最大的一個公家的電視台 它屬於政府的 那這個測試呢我想多重 第一個測試你這個公家電視台 你是不是有那個警覺性 對不對 你是這麼容易 就人家把那些重要訊息放上面嗎 今天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測試你的政府有什麼反應 政府到現在還沒反應過來 第三個測試你這個社會有什麼 台灣社會的抗壓性 台灣社會反應 所以我只能先出入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測試結果就是 華視的螺絲掉滿地 不要說螺絲鬆 那麼蔡政府這個政府機器 因為它上面有這個文化部 文化部在上面就是蔡政府了 對 那這個螺絲也是掉滿地 就是說不是螺絲鬆 根本就掉滿地 然後第三個 台灣社會警覺性很低 大家是一測試 大家就根本就不會怕 但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華視收市太低太低了 你知道那個收市簡直是低到 比方說我們看它 看它這個晚間新聞 因為晚間新聞是黃金時段 晚上六點到八點 那它現在的晚間新聞的收市 比起我們以前的 沉間新聞還不如 而且還真的是低到無以復加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這個華視有很多同仁非常優秀 也是我的一些朋友 我們新聞圈大家都很認識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是工作人員的問題 那是冰水降轉 對 而且主要是因為 他們的新聞口徑 在這個年代 2022年你做那樣的新聞 誰要看 我們長期在這個 收視率當中打滾 很能夠理解 這不是基層的錯誤 但到現在為止 懲處的就是基層 我們看到這個懲處 已經出來了 懲處的包括什麼 包括導播啦 對不對 包括編輯啊 包括製作人啊 當然他的這個代總經理 有這個懲處 但是現在懲處 兩位導播編輯成員製作人 總共加總共編輯中心 導播中心主任 製播部經理等等 總共是八人 目前懲處了八人 那懲處是在今天出爐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 昨天的清晨 那發生在這個昨天的清晨 然後你看到這個 後來是因為消息鬧大之後 NCC才有反應嗎 在立法院裡面 你不要講什麼 連綠營立委都看不下去 綠營立委講的話 我覺得講得很好 這位綠營立委 腦袋很清楚 給他拍拍手 林楚英 他說什麼 他說 你現在說 NCC後來被逼著說 因為大家覺得 NCC會罰嗎 他現在處罰有四種 第一個當然就警告 比較輕的警告 要不然就罰款 要不然就停播 要不然就撤照 撤照是最嚴重 就這四種 那目前NCC說 最重罰款兩百萬 也就是說 他覺得等級 只有到第二種 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在台灣新聞圈 大概三十多年了 我沒有看過這麼嚴重的事情 那現在NCC只說 兩百萬罰款 就是第二等級 但是拜託 這位綠營立委告訴我們什麼 華盛的錢來自政府的錢 政府的錢就是你我的錢 所以華盛犯錯是人民買單嗎 你這兩百萬是台灣人民出的 不是你華盛自己賺來的 這是綠營立委說的 他講的實在是太好了 然後還不止華盛 記不記得之前公事 公事也刪除了 42萬筆的新聞資料 這個資料是無價的 你刪掉就刪掉了 它回不來 以前這個老三台來講 它最重要的資產 就是這些新聞影片 過去老蔣時代 在小蔣時代的影片 它是無價之寶 公事把它刪掉 再加上這次華盛的事情 所以公廣集團拿著人民的錢 是太好混了 真是太好混了 那很多人就在說 你中天一點點小事 中天也立刻道歉 立刻處理 那你把中天關台 那華盛這樣的一個大事 假新聞 維言聳聽製造社會恐慌 它有資格上架52頻道嗎 NCC說這只是個案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 對 非常嚴重 因為光同它這個誤播 誤播好了 誤播的內容來講 是嚴重影響社會 極嚴重 極為嚴重 這國安問題了 這國安問題 那這個不是只有行政責任 這是有政治責任的 那再追究一下政治責任的話 當初誰把52台給公司 給這個華視的 華視現在的管理階層 是誰在決定的 那這些都要負責 我認為不要說 華視高層沒有負責 很奇怪 文化部要不要負責 當然要負政治責任 它是基督導單位 NCC要不要負責 當然要負責 NCC你按照職權 你就應該做出適當的懲處 你這個懲處 如果不能夠讓大家接受的話 你也要負責 你要出來解釋 另外一方面 NCC當時 讓華視拿到這麼重要 52台的時候 他是公開護航 他是公然護航 那公然護航 要不要負責任 現在要不要負責任 不能說船過水無痕 我以前做事 我跟現在都無關 現在出問題 都跟你過去 一連串的錯誤造成 而且很重要 還是不公平 所以這樣這個事情 最重只能發兩百萬 這是NCC目前開始 排出來的 他說最終罰兩百萬 就到此結束了 他的政治責任呢 52台 為什麼要當時 要給華視呢 這麼重要 結果他今天散佈 動搖嚴重 動搖民心 但介大使你看 現在兩岸 確實是兵凶戰危 大家最怕的就是擦槍走火 好了 那這次華視已經告訴你了 新北市被飛彈擊中 他已經告訴你 他已經講過一遍 未來會不會有狼來了的效應 我真的講一句烏鴉嘴 哪天真的被擊中 媒體燈了 大家也不相信 對 是會有這個效應 是不是 不過有一些軍事專家 其實就是說 真正兩岸 真正大陸要動手 那麼也不過就是 六個小時 之內就會有決定性的結果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次這個好 我是懷疑他後面是有陰謀的 有陰謀 我沒有辦法看得那麼簡單 你不認為說 這只是個低階操作錯誤 對 我不太認為是如此 我認為他整體有一個原因 你記不記得以前 這個我們的熊山飛彈物射 對 那事實上後來很多專家跟我講 他說物射不會那麼容易 他有這麼多的 他不可能一兩個人 就可以造成物射 他有一個非常繁複的程序 如果飛彈隨時 就可以這樣打的話 那這個世界老早大亂 對 而且我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說實在的 我跟大家報一個料 我們電視台內部 常常會有些測試文 我在台灣總共待了三家電視台 那這個測試文裡面 因為不播出嘛 所以通常我們內部的小編 大家喜歡開玩笑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會在上面打什麼 介大使好帥喔 秀芳姐我愛你 就會故意打這些好玩的 那當然 但這種東西說實話 你如果嗡出去的話 那講實話就是道了歉嘛 當然影響不大 但是像這個 新北被共軍飛彈擊中 這個情節輕重是差太多了 像這種東西 電視台會嚴格控管的 絕對是會嚴格控管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低階 有些錯誤 但是無論如何想不明白 這麼嚴重的事情 怎麼可能沒有嚴格控管 要不然就是刪掉 要不然就是鎖住 要不然就是下警語 這個警語還是用紅色的這樣去下 這是電視台 我待過這三家 每一家都是標準作業動作 那華視不可能沒有吧 所以我看到網上有個網友寫 我在想到介大使剛的評寫 又有道理了 網友說你不懂啦 華視在超前部署 是不是 就在超前部署 就在超前部署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假設是有陰謀論的話 那選華視是有道理 因為你想想看 像如果是這個事情發生在中天 以中天新聞的影響力 跟收視率來看 那還得了 那真的是大家會嚇到嚇死 暴動了 你發生在其他電視台 大家的收視都很好 那個影響力真的是活活會把人嚇死 那個華視測試大概是社會成本最小的 社會成本最小的 不過它的本質上 它是屬於公家的 它等於是政府電視台 它是一個政府可以完全掌控的 完全掌控的電視台 所以我就把它弄成是一個 低階的烏龍 小小的懲處一下 罰個錢 這個錢也是我給你的 那一切都在可控範圍 民進黨作為的話 他很多事情 他就先把蓋子捂起來 然後他慢慢處理 他們的處理方式很簡單 就把這個事情 先把它從標題 新聞標題上拿掉 很快 所以他回應非常快 他不會讓這個新聞燒到第三天的 可是內部我想他們自己 也會產生很大的問號 這件事情太多問號在裡面了 那可是呢 他怎麼調查 他怎麼去弄的話 他也不會讓你知道 這是民進黨政府一向是做 不過民進黨政府 如果我是做這個測試 我就知道 他已經把這個政府 今天中華在台灣 所有的這些機構也好 媒體也好 把它螺絲都很鬆 所以也不能說是不堪一擊 我覺得真正是到時候 真正需要震撼教育 都經不起考驗 都碰碰碰震的都很鬆 甚至有機器震一震就垮了 哎呦 所以今天這題我特別談一下 因為我們電視圈 我們都是專業的新聞人 專業電視新聞人 對於這題非常非常有感 昨天早上一大早 就在我們的所有的群組當中炸鍋了 當然華視現在很快的 他們的懲處也已經出爐了 整個事情感覺進入收尾的階段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它的影響 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除了是不是陰謀論之外呢 那如果像這樣嚴重的 講到整個台灣區域安全 甚至涉及戰爭的 這種都只能夠視為烏龍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狼來了效應 未來恐怕會不會有一些 更重大的影響 當然到此刻為止 文化部也致歉了 文化部督導單位 說不應該 這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 這個應該不是他講的吧 應該是我們罵文化部的吧 文化部你應該自己反省啊 怎麼就他去罵華視 其實我最近 我最近在辦幾件事情 我跟政府部門接觸了一下 我發覺很有趣的現象 我發覺我們現在的政府部門 基層做事極為認真 基層做事非常非常認真 大家那些年輕的小朋友們 做事好認真 態度也好好 現在問題就出在他們這個上層 你像文化部對這件事情 這樣的處理的態度 就表示它就是一個很鬆散 第二郎當的 這麼重大的事情 他們當做這件事情來處理 所以真的 我們現在真的是 一個政府最怕亂從哪裡亂 從頭上來 或者是最近很多人在講說 哎呦你們華視這個政府機構 完全被共匪滲透了 是被匪諜滲透嗎 我是覺得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真的在基層人 看上層這樣子亂搞 基層真的是會滿火的 那也就是台電老師跳電 幾乎你民進黨政府 越在那邊吹牛的時候說 哎呦我們不是缺電 我們是跳電 我們怎麼樣的時候 基層員工他就有辦法 讓你常常會出這種狀況 你真的在上面做領導這些人 第一個失能 沒有能力 下面是很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個失德 他又沒有 他又有功則強 有過則偽 下面的話 那就會想辦法讓他下台 我覺得台灣已經慢慢 所有的這個工部門的這種 文化現在已經有這種狀況 真的我最近去基層 我覺得哇台灣真的這個 基層的這些同仁好可愛 好認真啊 可是一想到民進黨這些 在上面做大官這些人 我就覺得 那基層人怎麼看得下去呢 好 只要一出事就推到基層 對不對 一有功就是他們的 他們都出香喝辣 出門坐著黑頭包車 他有照顧到基層嗎 基層那麼靜靜夜夜 所以現在這個台灣這個問題 就出在很好的一個機器 可是它的核心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系統指揮中心 出了嚴重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華氏 也是他現在 懲處很多基層 我們也為這些基層抱不平 說實話這個 鎖羅斯不是基層的工作 整個體制的建制 SOP也不是基層的工作 如果你不去建制的話 那出了問題全部推給基層 實在是基層很委屈 謝謝大家 我特別謝謝菊 菊我常常看到你 從中間觀臺到現在 你都有出現你的身影 謝謝他抖內我們好大一筆 美金100塊錢好大一筆斗內 他特別說 你講的話我好感動 他說不是每間電視台 都能夠做得住52台 唯有中天電視 非常非常的感動跟感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接下來我有一段 兩分鐘的影片 也很重要 在疫情蔓延的此刻 你想不想去更多的保護自己 找一些比較好的一些器材呢 我們先來看影片 謝謝 那每天家裡面的傾銷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這個呢到此刻為止 大家可能會覺得更加的重要 我們現在分享兩種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 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如果說是八坪以上的 這個空間的話 建議你買大的 它呢可以一下子 使用八個小時不間斷 那如果說比較小的地方 像在兩到三坪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它很方便 USB的充電就可以 80mol 大概也可以霧化 大概兩到四個小時 那這個最好用的就是 它比酒精 比瓢牌是好多了 它無色無味無秀 同時沒有刺激性 那對家裡面的長輩啊 幼兒啊 甚至寵物啊等等 都很方便 像我每次戴隱形眼鏡的時候呢 都用它來清潔手 如果不能洗手的話 對於眼睛黏膜也沒有刺激 大家看我們現在 這個現場的棚內 都開著 我們的辦公室呢 事實上都一直開著 當然對於我們主播 名嘴跟這個來賓來講 在現場也會比較有保護力 所以好東西 才敢推薦給大家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大家知道 這是我們中天 所推出的電商 裡面有很多的商品 包括這個霧化器在內 那買的話 請你輸入多少 CTI 285 只要你輸入呢 你就可以拿到折扣 然後累計獎金呢 就是 請我們辣碗報喝咖啡 好 這個水深烏化器 推薦給大家 有大的有小的 如果超過八瓶的話 就用大的 如果小的話 就可以買迷你型的 這個很方便 可以隨身攜帶 我們現在攝影棚 主播辦公室都有 我覺得很好用 它大概可以持續噴 將近四個小時左右 是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我們中天都用這個產品 好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別忘了 今天晚上六點到八點 我的辣碗報 同樣請到了這個借大使 很多借大使粉 記得今天晚上準時來報導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